前面的一个骑血来说的话 它是选择金语 然后骑血的话也是没有开什么 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骑血吧 对但是这边的话 它为什么会选择秋风 它其实来说的话 有建成选择一个转子也是可以的 对它也许一会会换 毕竟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打 它这个是可以换的 因为我觉得的话 这边建成这边应该来说 还是会主要抓金语这样一个阶段 因为金语的话 你不敢去放它毒条 如果放它毒条的话 它的爆发周期来说是比较短的 而且配合着它自身的心无来说的话 可以短时间内造成非常高的一个伤害 是的 那么这场比赛咱们俩来预测一下 你看这个建哥哥对战 金语毒精奶毒的话 其实我感觉金语毒精奶毒 这边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因为像长哥 他既惧怕鲸鱼又惧怕毒精 这两个职业对他造成的压制力是非常强的 然后 但是如果是拖伤害的话 感觉还是由乃哥这边的要略胜一筹了 是的 因为拖伤害的话 可以使用他的治疗盾来说的话 是可以很好的规避伤害 我刚才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一个提议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玩后避视角 可能就跟自己玩游戏的习惯比较一样 因为我玩游戏就很喜欢晃镜头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可以显得你显得你比较帅 比较帅比较高端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把我也会注意的 非常感谢小伙伴们提出来的意见 大家的话也是共同把这次比赛越搬越好吧 嗯 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到竞技场里面 选手还没进来 你们说这会儿童话会不会在场外正在用鲸鱼切换 有可能的 我是觉得有可能 童话还没进来 童话还没进来可以看到 这个节奏非常好 让我们来猜一猜他是鲸鱼还是鲸鱼 果然还是鲸鱼 那看他有没有把秋风洗掉 看他有没有变动棋学 没有 还是选择的秋风 他这个就很明显了 他要拉距离打伤害 对他一定会把距离跟剑纯拉开 乃至于跟长哥拉开 因为秋风的话 我们知道是15次以上的伤害来说的话 是有一个10%的会胜会胶的加成 相当于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了已经 对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乃独的棋学吧 乃独 乃独哈 嗯 乃独的棋学 还有乃哥的棋学 请孟老师点评一下 呃乃独的话点手一应该是 呃 比较惧怕对面的剑飞 嗯嗯 呃然后其他的棋学就没有什么可看 他点了一个蝴蝶的驱散 这个应该也是应对剑飞的 呃 他 我们来看毒精点没点蜘蛛 我觉得应该是会点的 蜘蛛没有 他没有 哎 他点了蜘蛛 对 他也这个也是为了限制健全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乃狗的棋学吧 他有4秒 没关系 这个地图比较大 乃狗 鸣鸣 呃 没有点导一 嗯 他也没有点实验一 也是没有免空盾的 对 他可能觉得吧 但是这边有风内还是比较多啊 对 因为毒精的风内比较平凡 他可能想的是自己站的比较靠后 我们可以看到木刀烟 与这个老剑纯 经验非常老道啊 他去看他去偷了一个吞月啊 偷了一个吞 然后看到他这边上来了 回来把身体机 然后回来不太急 我气场 难 童话是直接冲到了人群里面来 这个童话 这个 这一波走位非常大胆啊 非常大胆 留 飞行应该是留在后方 或者是留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摊圈放了之后 呃 剑纯方面的这个队伍 大家都有一个平摊的掉血 而剑纯这边是开了紫器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童话 已经有一个顺发的追命了 呃 剑纯在这个圈里 疯狂的追着 疯狂的毒精输出 疯狂的毒精输出 然后他 毒精这个技能 浇得有点快 狂暴是浇了 看他有没有吞 是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对面的这两个长哥 在疯狂的下圈 然后毒精狂暴没跑开 这边的话可能是 这个应该是拉回去了 嗯 他虽然没点 那个爪子 还是点了一个爪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 毒精现在还是在健康的一个范围内 非常的危险啊 这个毒精的位置真的非常不好 啊 这个大盗 这个大盗看一下 很有可能造成击杀 这个大盗 有机会 几乎 哎呀 这个大盗能救回来吗 给了一个控制 但是毒精现在是跑不开 我们可以看到 同化在疯狂的帮助 自己几方的毒精 限制对方的剑纯 对 然后这个剑纯迷神钉 这个剑纯可能还是要追 是的 这个剑纯刚才为了打击火 把这个转给交掉了 好 这个 这就是一个大盗 大盗做对方五毒 这个五毒也解不了 看一下这个 奶毒会不会死 一刀八荒 好 非常漂亮的一波急火 奶毒可能走位 稍微有点失误 他走到了剑纯旁边去 那么这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回头 对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奶毒 他是没有献祭的 他的明星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他女娃是好的 其实他可以看着女娃靠近 如果真的非要靠近不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可能是为了奶毒精着水 所以说导致自己走位 这样一个事物 是的 这个剑纯 莫道烟雨还是老司机 老司机 老司机 这把剑纯真的打得好 一几年就足进 这个剑纯在这一把 把剑纯的这个职业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 剑纯来说的话 其实他优势烈势都非常明显 烈势来说 大家都知道腿短 不容易知道人 但是你只要一旦被剑纯打上减速 如果下个吞在里面 你是非常难受的 尤其是毒精这种 他自身位移不是很好 如果说他没有蜘蛛留在外面的话 剑纯对他造成的伤害 可以说是非常爆炸 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剑纯一个非常飘逸的道长 就一顿 就在屁股后面一顿狂砍 好的 现在我们这个裁判长